孙子靖 李宗盛 杨茜 李宗盛 谢谢 多谢各位 请各位可以坐下 感谢主 能够侍奉主 是我们生命最大的祝福 因为当我们侍奉主的时候 我们就经历主了 当我们经历主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原来耶稣是活着 是真实的 祂不是头脑 是那个知识 所以在今天的当中 我们很盼望 我们每个人 每一天 我们都能够经历神 在今天的崇拜当中 我进来的时候 很感谢敬拜队为我们 带了一个很有力量 和很实在 带我们到主的面前 我自己心里面都被 大大的触动 所以认识耶稣真好 认识耶稣真好 所以我们这一帮的人 星期日我们不是去喝茶 又不是一会儿可以喝 但是这个时候 就不去喝茶 又不是去行山 又不是去开派对 但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就要去到 去到敬拜祂 今天很想和大家 去到分享 这个主题 就是彼此相爱合而为一 曾经我问过 有些的老师 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在学校 我们都会和老师 我们有百多个老师 我就和他们分开十几组的查经班 每个星期我们都查经的 我们就合而为一了 一起去到研读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神就成为了我们 一个老师合一的团队 一个很重要的根基 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问他一个问题 如果今天你就是人生在地上 最后的一天 你明天就要回天家了 不知道今天你会做些什么呢 不知道你们又会做些什么呢 有很多的老师说 我都是要找回 如果结了婚的 就是我要和我的太太 或者我的丈夫 或者我的子女 就是那天我要和他相处 说一些最重要的说话 是让他知道 有一些的老师就说 他有个心愿 就是说有些人 还未认识耶稣 就是有些亲人 或者有些很熟的朋友 他就想去见他 他想去见他 他想去见他的时候 他是怎么样呢 就是说 希望我今天都是 就是最后一天 你都给一下面子信耶稣 有一些就是说 我记得有一个弟兄 去到分享 他说原来他刚刚 就是上个礼拜 在教会当中 就有一个很大很深刻的体验 就是说 他在教会预备了一个的棺材 而他就邀请那些团友 就是一个一个这样睡下去 他当你睡下去的时候 你的感受会是怎么样呢 这位男的老师这位弟兄 他说当他睡下去的时候 他想了很多东西 很震撼 很震撼 他 这位男的老师 他其中一件事 很感触的 一件事就是 如果我明天要回天家了 我在人生的当中 我过这样的日子 我有没有一些东西 我没有做到的呢 他这位弟兄已经结了分 这位弟兄就想起他太太 原来他太太很喜欢逛街 很喜欢逛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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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就很不喜欢的 所以每一次 其实他太太行街 他就自己 可能找一间餐厅 就喝茶 然后等着他 然后才走 所以他说 如果说我爱我的太太 我怎样爱我的太太呢 其实我连这个最简单的行动 我都没有做到 就是我连陪他去到逛街 我都没有做到的时候 我怎样能够说 我爱我的太太呢 所以他的内心里面很内疚 到了星期日 完了崇拜的时候 他史无前例 跟他太太一路走走走 走到晚上 就是九点钟 他一生人都没走过这么多店铺 这么多铺 就是当他想起 如果他明天要回到天家的时候 他就要去到爱他的家人 爱他的太太 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不同 但你知道吗 耶稣选取了一个 渡过他在地上生命的最后一天 他选择了跟他门徒在一起 他选择了跟他门徒在一起 他跟他门徒说 他说我爱你们 我爱你们 我就要爱到底 今天就是他 就是在地上 与门徒的最后一天 所以他在最后一天的当中 他就要去到爱 就是他的门徒 所以跟他吃完饭之后 他就除了衣服 促起一条腰 拿着一盘水 他就为门徒去到洗脚 你就知道 在当时这个社会的当中 不是柏油路 不是柏油路 那些路都是很多沙尘 每一个人也都不是穿一些蜜头鞋 是可能穿一些绑带的鞋 脚是最脏 就是最悲賤的人 或者是奴隶才会为主人去洗脚 但是他做了一个谦卑的动作 去到表示 耶稣很爱他们 耶稣很爱我们 而接着他就跟他说 颁了一条这个的命令 这条的命令 就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命令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 他说当众人去到看见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 因此他们就会认出我们是属于主的 我们是属于主的门徒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 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在最后的一个时刻 他一个人 当然是将最重要的东西 在这个最后的时刻当中 是向他最亲的人 最爱的人去到分享 而耶稣去到跟他分享这个很重要的真理 就是要彼此相爱 原来彼此相爱 就是门徒的一个很重要的记号 就是说我们说多少都是假的 我们做多少都是假的 但是人在别人的眼里面 如果看到你是一个基督徒 而你没有了爱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砍价在当中 其实你是否真真正正的基督徒呢 因为神就是爱 所以每一个人 可能你都会遗传你父母一些的DNA 而我们是耶稣所创造的 我们是神所创造的 我们的DNA是有什么呢 其实我们的DNA就是有爱了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看到在这个世代 在这个世代的当中 你就会看到就是说 这个世代是越来越保爱 这个世代是越来越疏离 这个世代隐缘之间有很多的矛盾 就是如果一有利益的关系的冲突的时候 可能亲人都会变仇人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代是什么呢 是互相攻击的世代 是完全没有尊重的一个世代 我们知道神是爱 魔鬼要制造什么呢 魔鬼就要制造仇恨 所以当我们哪一道地方有仇恨的时候 其实魔鬼已经很希望进入这一道 如果我们家庭里面有仇恨的时候 其实神就会在这个家庭里面被逼离开了 所以哪一道地方是有爱的时候 哪一道地方神的同在就会很大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就是我很为你们感谢主 因为今天是我第三次 就是第三次去到参加你们的罪 我们很觉得 敬拜会的弟兄姊妹很有爱的 很有passion的 很有unity 就是当众 所以神是会使用你们 就是我们要坚持 我们要坚持 这个就是属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本质 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没有了爱的时候 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的时候 你还有什么生命的力量可以影响到人呢 你说的话只是一个文字 只是一个的道理 而带不到生命那种的力量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 神告诉他们 你们要彼此相爱 好像我爱你一样 你们要彼此相爱 好像我爱你一样 接着他在十七章的时候 你知道怎么说 十三至十七章 就是耶稣基督 在临离世之前 一个最后的叮嘱 而十七章 他和父神去祈祷的时候 一边很长 很深情的一边的祷告 就是荣耀和合一 原来当我们有爱 当我们有合一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彰显了神的荣耀 彰显了神的荣耀 神不需要我们很聪明的 神不需要我们 每个都去读博士学位 每个都是医生 专业人士 神最重要的就是 你有保一个爱神的心 你有保一个爱人的心 所以选人 人是怎么觉得 人看你的爱马 人看你醒不醒目 人看你懂得你转弯 人看你就是说 你有没有学历 有没有skills 去到选人 但是神不是 神看你的心 神使用你 不是因为你聪明 神使用你 因为你爱神 神使用你是因为你爱神 以至到 神会大大的使用你 你成为了爱的 一个流通的管子的时候 主就会大大使用你的生命 你就会成为了很多人很多人的祝福 你就会带领很多人 去到主的面前 而使到他们能够合围一体 是入于一个阳圈的里面 在神的爱当中 一起建立一个爱的团体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很感谢主 我们每个人都期待着 别人去到爱我们 或者我们觉得 我们都自己觉得 我们都觉得是需要避 我们受了可能很多的伤害 或者我们遇到的困难 我们期待着 就是很多人来安慰我们 或者几多人来关心我们 但是我们看到原来 耶稣基督的爱 祂是一个主动的爱 耶稣基督的爱 不是一个被动的爱 耶稣基督这样说 祂就说 祂说亲爱的 祂说我们要彼此相爱 因为我又从神而来 凡有爱都是由神而生 并且认识神 没有爱的就不认识神 在另外一节的经文 就是约翰 跟着他这么说 约翰一书四章九节十节 神差得独一的儿子 来到这个世上 使我们接着他得生命 因此神对我们的爱就显明了 我们看到原来 神叫我们彼此相爱 原来祂颁布这个命令 之前原来爱是一个行动 爱就是 祂首先祂就要向门徒说 我要爱你到底 祂就做了一个很突破性的行动 就是去到为门徒洗脚 为门徒洗脚 这个行动 好像是结淨了祂的脚 但是更加深层的一个熟灵的意义 就是原来 神爱那帮门徒 爱我们爱到底的时候 祂预备走上这个十字架 为我们牺牲 而不单止结淨祂的脚 是结淨我们每一个人的罪 所以神这个爱是主动的 所以神这个爱的启示 叫我们彼此去到伤害的时候 不是说等待人去到爱我们 而是原来 神是希望我们主动 就是主动爱人的那位 所以今天 当每一个人坐在这里 你都去到主动去到爱人的时候 我相信你们现在已经不够错 我相信你们会倍增 两倍 三倍 四倍 就是得救的人数天天增加 因为你去到爱人 你看到有很多人 其实在黑暗的罪恶当中 他们很无奈 他们有很多的重担 你邀请他们 你将这个good news 告诉他们 这个就是相信耶稣 就是一个福音 相信耶稣就可以带给我们生命的喜乐 那种平安 和一切的忧虑将会解决了 所以今天 我鼓励你 你就是成为爱的流通的观子 今天 神就是要呼召你们 要去到主动去到爱 而不是被动的 去到等人去到爱 你不是等着这个区域去到关心 你不是等着其他属灵的掌赤去关心 原来你就是关心别人的 那位的敌行姊妹 因为神就是爱 神一定会透过圣灵 将他的爱销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当你去到付出爱的时候 你会有很大很大的经历 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 我经历到神很大的爱 在我生命当中 我自己是生长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 在一个狗兄弟姐妹 我记得有一次 在一个黄昏当中 我妈妈很忧伤 她叫我 她说 阿生你进来吧 她说我家里没有米 家里没有菜了 但我现在只有十元 不如你 就下去买五元米 扔五元米 那我们煮青粥一起吃吧 我们是潮州人来的 我记得小时候 经常都是吃粥 我明白 为什么潮州人有潮州粥 原来潮州粥是很容易煮的 因为潮州粥就是 你滚了之后 你盖着盖子 浸一浸它 不要用这么多火水 因为没有这么多火水 所以那些米 就是还有一粒粒 我们就分离吃 我永远不会忘记 妈妈在这个情景当中 我们家里不单止 没有钱 还要经常借人钱 有很多 的人来敲门 去追债 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狗兄弟姐妹都回来了 为什么还会有人敲门呢 我们就很害怕 所以说 立刻 好像均纷 全部很静 当我们听到敲门的声音 停了一会儿 有脚步声好像离开 我们才敢说 这些说话 所以在小时候的时候 我其实觉得人生是很痛苦 很无望 也都是很艰难 原来生活是很艰难 很孤独的 我看到我妈妈 每天这样打理家务 她已经没有时间 去到料理我们 所以我们在小时候 也都不会经历到任何 父亲的爱 或者母亲的爱 所以我的思想很负面 我很不喜欢这个世界 但是直到有一天 高中的时候 我在我偶然的机会 认识了耶稣 回了教会 神就将我生命改变了 神将我生命改变了 很奇妙就是 神除了我心里面一切的苦毒 一切的不开心 一切的忧虑 一切的重担 一切的负面 这个思想 我从未有这么大的喜乐 和一个的释放 所以我就很感谢主 我说 神啊你真是厉害了 你真是厉害了 因为一个人的性情 都很难改变 你竟然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 一个人的思想 一个人的过去 我真是经历到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是一个都变成新的了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神新造的人 所以我在当时里面说 我就有一个很大的感动 神啊 我一生都要去到侍奉主 当时我是读中科技 我打算是 以后入大学读 师傅工程 但是 我当时里面说 我就 我就问神 这个是不是神要为我选择的呢 当时我懂得弹一些文谣结他 我就教一些同学 弹文谣结他 但是弹的时候 譬如我教他们弹 我那次唱过的歌 Saman Gafungo Peter Paul & Mary 譬如我教他们唱 Alcantopasa 那些人说到自由 我就说 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 我就传福音给他们 他们居然又信了耶稣 我真的很感动 带了他们回教会 之后我就向神去到祷告 我说神啊 原来我这样教一教结他 可以传福音 我说神啊 我可不可以读音乐啊 但是我知道 读音乐的人 全部 几岁就弹摩扎特 巴哈那些东西 我那些弹Peter Paul & Mary 有没有 任何一张 任何一张正书 都没有 但是 神的感动越来越大 的时候 我就求问神 你这么大感动的时候 我知道 再人不能 再神凡事都能了 所以我就去申请大学 这一个音乐系 当然 第一个转 他当然不收我 我就跟着 怎样呢 我就跟着呢 去到音乐系的音乐部门 我们就敲门 我们敲门 啊 就是哪一位是系主任啊 我很想见系主任 谁知道他真的见我 那我就把我心里 告诉他 他说 我们从来都没收过一个 就是人呢 他是完全 连五级正书都没有的 那我说 我说 我有passion 有talent 有gift 我又会努力 我一定会追回 你给他机会我啦 那他呢 就 叫了几次 他真的受到感动了 好了 那你 同学一年班的音乐 music student 考过final exam的试 当时是 大约是三四月的时候 他们五月就要考过 就是呢 一年班考学期的那个试 在当时来说 我唯有答应他 因为这个只是我唯一的 就是一个可以有机会 入到大学音乐系 我很感谢主 神的灵帮我 我 我很努力去到准备 而每一个室席 真的全部都是passion 而是拿到b grade以上 所以我们感谢主了 我们看到真的 在人不能 在神是凡事都临 当你敬畏神的时候 原来 敬畏就是智慧的开段 所以神必定会成就 关乎你的事 如果神在你的心里面 是感动你的时候 神必定会成就 关乎感动你的事 所以不要放弃你的梦想 不要放弃神在你生命中 就是这个的感动 所以很感谢主 正如刚才主席说 在办学的过程当中 实在神刺下这个异象 神让我们有机会去到办学 我就要定义去到我的孩子 好像神爱我一样 我知道很多人办学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希望培训所有的人 成绩是很好的 而他能够每个人都能入到大学 这个就是他办学一个唯一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 但是神告诉我 你培训到那些孩子 入到大学又如何呢 它是一个失丧的灵魂 你觉得你这么多年办学 是有意义吗 你只是在培训一些技术的人才 你培训一些知识的人才 但是他没有了神 他成为了自私自利的人 他祝福不了别人 他也祝福不了自己 所以今天我们在办学当中 我们的目标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的目标就是 要培训更多属神的工人 我们要培训基督的征兵 所以我们有一个设计 就是我们要建立一间 Kingdom School 就是一个天国的学校 就是有天国的架构 有天国的老师 培训到天国的征兵 就是在这个世界的上面 所以在整个的经历当中 其实是差不多 每一天都在经历神那种的因点 每一天都在经历神的神迹 其中有一个的经历就是这样的 就是有一个的家长 他有两个的女儿 进了我们小学读书 但是他离了婚 离了婚是几年 但是那女儿来到学校的时候 她认识了耶稣 她就邀请爸爸你回教会 那她真的回了教会 她就决了一次信了耶稣 然后她有一个很大的心愿 跟我分享 她说我真的想家庭复合 但是复合不是那么容易 我都没听过 有些离了婚的可以复合 但是我说 我就为你去到祷告 我们一起去到守末 我们一起去到倚靠主 然后过了大半年 这两个女儿又邀请了她妈妈回了教会 很感谢主 她又信了耶稣 但是妈妈其实很厉害的 很有事业型的 其实她在做一些事业 都是很成功的 她的价值观开始改变 她开始改变 有一个晚上11点多 她就WhatsApp了一个卡 她的女儿导给她 她的女儿知道她很晚 她就写了一张卡 连在她洗手间的玻璃上面 她这样写 她说妈妈 我和姐姐 已经和好如初了 你和爹地 也要和好如初 她看到的时候 因为两姐妹之前 叫过交 但是她已经和好了 她看到这张卡的时候 她的眼泪就流出来了 她很感动 就是一个三年班的小女孩 她怎么可以写到 这个中文这么好 好像一个对比句 那样呢 说真是厉害 是不是 我和姐姐已经和好如初 你和爹地也要和好如初 说真是很简洁 又很有力量 又导出那个意思 很深层的意思 她的眼泪就不断在那里哭 不断在那里哭 破镜 可不可以重圆呢 在那里看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今天这对夫妻 已经和好了 已经住在一起 他们的人生目标已经不同了 所以这个是谁改变的 就是神了 就是神的爱 亲自去寻找我们 所以就算我们 我们遇见一件 人生里面很极艰难 我们都不能够去到应付的一件事情 或者对我们的生命 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但是今天神要告诉我们 知道 祂有爱永不离开我们 祂说 大身可以 小身可以 千年 但是神的自然可以 永不离开我们 祂平安日弱 也都不会离开我们 所以每一天 我们在校园 在神的当中的时候 我们经历了很多的神迹歧视 就是在当中 我们看到就是 原来神是真实的 神真的很真实 所以我们在我自己的盼望当中 就是说 我们办学 我们最重要就是说 我们要培训基督的精兵 他们将来每一个人 都要 要是做牧师 要是做missionary 要是大职传道 就是每一个人 都是传道人 就是传神的道的 就是神的子女的人 因为神说 就是报福音传起信的人 他的脚踪是何等的皆美呢 所以在当中 其实有很多的 很多的学生 真的很感动 譬如说 有些在音乐上 很gifted的学生 我们有很多的音乐会 给他们开 但是他们自己 要写一些的感言 他们全部都写 他很想以后 要在音乐上 去到荣耀神 作更多的诗歌 去到荣耀神 就是透过 就是他要成为一个 传道人 成为了 就是一个代讨者 成为了 是创造更多的音乐 去到荣耀主 有很多的同学 他很想 就是成为一个missionary 成为一个传道人 所以 有些的同学 他的心里面 他已经有了 这个神的夫子 一个疑仗 有一个同学 跟我说 我说同学 你以后 他已经是高中 你以后想做什么 他说我有了異仗 我说你想做什么 他说我想做一个宣教士 我说你去哪里宣教 他说我没有跟别人说 因为我怕别人担心 因为他很想去中东的国家里面去宣教 进入伊斯兰的角度去到宣教 所以他说他都不跟别人说 我只是跟神说 他说今天又跟我说 那我就鼓励 你有没有跟父母 其实他父母都是基督徒来的 那你有没有跟父母说 他想一想 他说 或者我站一圈 我跟妈妈说先 他说 妈妈熟灵点 就是这样 他说妈妈熟灵点 所以弟兄们 我们不要让妈妈熟灵点 我们做父母都要起来 是家庭的头 要熟灵点 就是你跟隔壁 就是那弟兄说 如果他记得不明 我们要熟灵点 各位弟兄 起来 起来 就是我们是家庭的头 要带领家庭去到建筑在家庭的祭坛 带领我们的家人 带领我们的太太更加爱主 带领我们的儿女 就是去到奉献给主 所以在整个办学的文化当中 我们看到神的爱 囂灌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就好像一家人那样 而家长越来越明白 即是基督徒的家长 神转化了他 有很多的家长 他的心已经被神的爱 是感动转化 他怎么转化呢 就是他开始希望 他的子女 成为侍奉人 成为侍奉神的子女 他开始转化这个意念 就是当我们选入大学的时候 你会发觉 就算基督徒的父母 很多都没有想过 其中会不会有一个可能 神呼召你的儿 你的女儿去到侍奉他呢 他会不会去读神学呢 有没有想过呢 或者他这么聪明 说不是吧 浪费了他 有两个儿子 另外一个就不这么聪明 或者他可以得的 但是神 不是这样去到看 看孩子 其实神看我们的孩子 就是爱他的心 所以今天你爱不爱神呢 如果你有下一代 你愿不愿意 使你下一代 成为侍奉主的下一代 其实这是一个末世 我们有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都带不走 带不走 你就算有多少钱你带得走吗 你就算有多少的事业你带得走吗 你就算你有多少的屋 屋是你带得走吗 你有荣誉你带得走吗 这些都带不走 但是 在启示录说 在主里面死了 人有福了 他们失了地上的老虎 他们的作工的果效 也随着他 有些东西是带得走的 你有没有为神 去到结更多的果子呢 你有没有在你生命中 结了熟灵的果子 你有没有去到关心 有需要的人 有没有用你的时间 去到敬拜 去到爱神 这些在神的眼中 全部都带得走 他会记录 当你有一天 你面见神的时候 神知道你的过去 他会拍掌 称赞你 将华官带在你的头上 因为你追求的 不是地上的事 是天上的事 你讨的不是讨人的喜悦 是讨神的喜悦 所以今天我自己 我自己有两个子女 其实神 都是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感动 我很盼望 我两个子女 最大的最大的祝福就是 她能够走上奉献的道路 我很感谢主 就是我的女儿去年 在美国 大学毕业 收读Core Conducting 她原本计划 我都很想她回来ICQM 去到做一个指挥的老师 因为她那家学校的指挥 是非常出名的 中国最著名的指挥家 马甲迅教授 都是那家学校毕业的 但是当我四五月 跟她打过长途电话 跟她沟通的时候 她说 爹地 我都想回来的 我都知道用了你很多钱 应该要回馈回家庭 但是爹地 真的不好意思 我寻求神的时候 神给了我一幅图片 这幅图片就是 给我看到 一些非洲很贫穷的村落 接着 他给我看到一节的金句 就是 当你坐在这个孩子身上 就坐在我的身上 接着他在其他地方 他又看到这节的金句 接着他在乘地铁的时候 他又坐在一个白人 一个黑人的中间 当中 他就向神祷告 他说 如果你叫我去非洲 你就叫黑人跟我聊天 那个白人就是美国人 黑人 黑人当然是非洲人 怎么知道他祈祷后 那个黑人就真的跟他聊天 他说 这辆车不知道去哪里呢 其实他是跟他搭散 其实他知道 其实他也很清楚 你也不知道 但是他就是跟他说 所以我跟他聊了 大半个小时 在长途电话当中 我心里很感动 他说神如何引领他 所以他在去年 他就去了非洲 去做宣教 而在今年的当中 他回来的时候 我想他还是做两三年 好回来的 谁知道原来他不是 他今年已经去做长孙了 神也都在今年七月当中 他跟了一位的宣教士 阿John 是一个美籍的宣教士 阿John 就是结了婚 他们已经 刚刚两个礼拜前 他们又离开了我 而我的儿子 在今年的当中 他同样在四月的时候 结了婚 他们两夫妻 都同样领受了一个异常 就是他放下他的工作 他就去到修读敬拜 以及修读神学 所以我很感谢主 其实一个家庭 很难得两兄妹 可以在同一年里面 去到结婚 但是我看来 今天就是一个欺恋 神的欺恋 神要大大的祝福我们 所以在今天当中 我看到这两对年轻的夫妇 他们去到寻找他的梦想 就是我儿子和他的太太 他们其实两个都是音乐人 就是他的太太 是读pianu performance的 我的儿子都是读音乐 是一个challice来的 所以他们就是两对的夫妇 去到寻找这个梦想 而这个梦想就在神 那种爱和感动的底下 是走上 所以福祉神是我的道路 所以其实在这两个礼拜当中 我都不是睡得很好的 因为我都是一个很重情的爸爸 所以很不舍得 有时候当我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想起他们的时候 我就心哩哩乱 晚上我就起床 开门 看见他的样子一分成怎么样 儿子又怎么样 女儿又怎么样 现在根本那间房间是空了的 所以你说我多难受呢 但是我们知道 另一方面我知道 神带他走一条很奇妙的旅程的时候 我心里为他们去到感恩 就是说 至于我和我家 我必定是奉耶和华 所以今天 神很盼望我们 就好像约书那样 向神这个承诺 至于我和我家 必定是奉耶和华 所以今天 你不单止神要你去到爱神 你还要带领你的下一代 去到爱神 一同去到 去到侍奉神 这个是一个最大最大的祝福 所以神很好 神真的对我们每一个人 祂都是不离不离 祂不会忘记 所以祂说 婦人终于会忘记 吃那的婴孩 终于会忘记 我必不忘记你 祂已经将我们的名字 写在祂的掌上 所以今天 我们不需要惧怕 甚至是我们的良光 甚至是我们的保护 甚至是我们一切的借概 甚至是我们一切的倚靠 所以我们更惧怕谁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的生命 是由神去到买熟 我们是回来的 所以今天 神很盼望 我们就要将身体血相 当作活祭的 就是去到侍奉祂 所以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就是可能都会有一些黑暗 或者有一些受到一些冤屈 或者受到一些伤害 但是神叫我们学习 去到宽恕 正如祂在十字架的上面 祂没有为自己的受屈 去到自便 祂第一句的祷告就是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作的 他们不晓得 在我们人生的当中 可能你说 我真的没有力去到外 因为我就是被人受伤害的那个人 但是今天神要除去你一起的 这个伤害 在我女儿司灵的丈夫 John的当中 其实她在生命当中 她都经历到人生的一个伤害 因为当她在十六岁的时候 她的爸爸离开了她的家庭 其实在当时 她的爸爸 是因为透过她妈妈的帮助 是将这个事业 是推上一个最高峰 最成功的 一个跨局的事业 但是当时 她就离开了 所以她妈妈 受到很大的伤害 John同样受到很大的伤害 在今次的结婚当中 她在思想 可不可以请她爹地呢 可不可以请她爹地来香港呢 我们就为这件事去到祷告 我们知道 神要将人这个冤受要废掉 祂要将这个墙要去到财位 神这个十字架的爱 就是那个废掉冤受 就是那个的补血 所以今天 神要我们是和解 要我们去到合而为一 很感谢主 神感动他们 有这一个的心 所以今次她回美国的旅程当中 她就去探望她的爹地 她不知道她 她爹地和她后母的反应会是怎样 但谁知道去到的时候 他们很欢迎 很欢迎 对他们非常之好 而在最后的一天当中 当爹地去到车他们去机场的时候 他爹地是说了一番很感动的说话 他说 他说儿子和媳妇 司令 我很开心你们能够结成夫妇 他说其实 我没有资格向你说些什么 因为我是一个婚姻失败的人 他说你知不知道呢 婚姻失败 是带给我 带给整个家庭 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伤害 他说 他说你妈妈很好 你妈妈很厌熟 你妈妈很爱主 你妈妈呢 是很有智慧 帮助我 帮助我事业建立这个家庭 他说 不好的是我 他向 John 他的儿子和司令 在那儿认错 他说不好的是我 我自己任性 我自己有情欲 所以 我跌入了这个陷阱当中的时候 我都受到极大的伤害 是我做得不对 所以你们千万要付此伤害 你们千万要做一些善的事 你们千万不要做一些恶的事 当他一直说话的时候 其实 阿司令和John 他一直在哭 一直在哭 我们就看到 圣灵将神的爱 首先挑割在这个爹地的生命当中 他们复活 他们复活 他们彼此去到认错 我们看到 一个婚姻的破裂破镜可以重圆 一个极大的伤痕当中 神就用爱去到修补 所以今天 在你的生命当中 可能你都会受到伤害 但是神去到鼓励我们 神去到告诉我们 他说 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 他恨他的弟兄 他到如今 还是在黑暗里 那我弟兄的就是 住在光明中 他会使人失足犯罪 所以这个 神去到圈 圈到我们的时候 如果我们心里面 还有怀恨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 还有妒忌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 和某一个人有严厉的时候 我们要 我们要宽恕 我们要与他去到和好 我们要复和 我们才是主里面的一家人 所以 John的爹地 和后母 现在他每一天 每个礼拜 他都回到教会 向神去到复和 以至于当 向神去到复和的时候 他就可以有力量 向人去到复和 所以今天 神是要我们 破除了我们 彼此间的甲膜 彼此间的冤受 而是成为了一家人 在主里面一家人 所以 神今天要使用你 就是 你就是成为了家庭的光 你就是成为了教会的光 你就是成为了社区的光 就是成为了你朋友当中的光 因为神要使用你 成为一个爱的管道 去将爱 去到分享出去 我们知道 在这个世界 有很多事情 我们解决不了 但是 因为你试着用爱 你试着用宽恕 原来爱是很powerful 原来爱是很powerful 所以 有什么的力量 可以使得 耶稣走上这个十字架呢 不是因为人的控数 不是罗马的冰丁的竹纳 而是因为爱 如果神没有了爱 好像现在的人 Isis 你会不会觉得 这个是一个神呢 这个不是一个神 所以今天 神很爱我们 所以祂叫我们 在爱里面就有合一 所以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予此欢容 用和平予此联络 揭力保守 圣灵所赐 合而为一的心 所以我们的合一就是说 我们的合一就是说 我们不是说 我和你合一 我和你的衣着又合 品味又合 你喜欢吃日本 我也喜欢吃日本 就是不是这种的合一 神叫我们的合一 就是在生命上的合一 生命上 我们都是信同一位三一的真神 所以在合一的里面 你就见到 在使徒行尊的日子当中 那些人 就是天天在这个角楼里面 去到祷告 去到亲近神 一起同心合一 去到侍奉神 祷告主义的时候 你就发觉 神的同在就临在了 圣灵就囂观 在五尊之间囂观在当中 他们就得着力量 当他们得着力量是怎么样 他们就凡物功用 一个神迹歧视就发生了 所以爱带动了合一 在灵里面 我们一同去到合一的时候 原来就带动了 復兴在当中 所以今天 我们怎样才被人 看到耶稣基督 是一位真的神 耶稣基督就是爱 当其他世界的人 看到你在这个世代 没有爱的世代当中 你为什么这么有爱呢 你为什么还这么关心我呢 你为什么还这么喜乐呢 这个就是一个最大最大的力量 去到向世界宣告 我就是属神 神就是爱 所以神的爱就是去到充满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怎样 才能够复兴教会 才能够合而为一 神就要 神就要呼吁我们 我们要将生命献上 我们 大家都会有不同 但是我们大家有一件事都是相同 就是我们有同一 就是那个的生命 所以今天 在这个同一的生命当中 就流露到同一份爱 这个就是一个无尽的爱 这个就是神牺牲的爱 这个就是愿意付代价的爱 所以今天 我们很深信 神会将更大的恩典 更大的爱 去到宵灌在敬拜会的 每一位的弟兄姊妹的当中 因为你们每一个人 你都是爱神 所以今天 很想你们一起去到 暂立 如果你有感动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的祷告 如果你有感动的时候 你首先 为自己去到祷告 神今天 要去到呼召你 去到呼召你 成为了一个属祂的乙女 要去到呼召你 祂的福音 不是只是口里面说出来 那是和你的生命当中去到见到 祂要呼召你 你愿不愿意今天 用生命献上给主呢 你愿不愿意一生去到爱神呢 你愿不愿意去到一生去到跟随住 甚至乎 你愿不愿意 如果你结了婚 有子女的 你愿不愿意 好像约书那样说 至于我和我家 都必定是奉耶和华 在这个末世的时代 神很需要爱祂的工人 神很需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 爱祂的弟兄姊妹 因为神就是这样去到爱我们 所以今天我们很想请敬拜队 去到唱一首的诗歌 那你和我 是天父爱的创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